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今天正式服迎来了一次更新 首先就是吕布大哥的天下无双系列特效加入战场了 礼包上架时间为1月4号到1月7号后天就可以买了 跟上次赵云的回神击沙特效差不多一个性质啊 价格也是20点券抽一次不是必得的大家注意了啊 有可能花很多钱都抽不到 如果不是主玩吕布的话可以酌情购买 回神和击沙特效外还有机会获得吕布 圣诞皮肤和末日机甲 不过概率方面要看脸了啊 大家酌情购买 然后是七位英雄做出了调整 第一位菊又精 一技能的释放过程时长从0.4秒降低为0.3秒 释放更加利索啊 微一距离也增加了50码 微一距离和释放技能的快捷度可以更好的击沙或者逃生 整体手感加强了不少 大家可以试试看 第二位狂铁被动翻天覆地的加强 可以说非常强 被动强化普攻附加伤害 从40家英雄等级乘以3的伤害 提升为50家英雄等级乘以4的伤害 非常的高啊 不要看数值很少 不过这个伤害打起来很凶的 还有强化普攻回复的生命值 从20家英雄等级乘以1的回血量 提高为50家英雄等级乘以4的回血量 以前回血到15级也就回复35滴血 以后可以回复50家15乘以4 也就是110的血量 自带吸血刀一点都不夸张哦 带上吸血刀和不死鸟 火力全开秒回1000也很轻松 第三位中午夜123技能的蓝耗整体降低 打击的频率更加快 在前中期的压制效果更足 大招护盾值大幅度提高 弹度得到了增强 第四位后翼加强了不少 123技能的整体伤害大幅度提高 前期的压制能力很足 后翼确实前中期的发育周期太长了 很容易被别人针对打死 被针对后更是把后期的高输出时间延长了不少 那时候就是酱油悬场基本毫无用处了 以后后翼不仅仅前期压制能力很足 并且反杀能力和远距离收割能力也改善了不少 你想想一个大招快1000的输出了 可不可怕 第五位联波又来了一次加强 首先12技能的蓝耗降低 大招增加了新效果 以前增加的效果是可以移动 现在不仅仅可以移动 释放大招的时候增加50%的移动速度 第二和第三次锤击期间可移动的时间增加了0.25秒 也就是联波的大招覆盖范围更广了 可以更灵动的调整方向去直接命中敌人 不再像以前那么死板释放大招打歪了就等着挨揍 现在可以拐弯了 你说气不气 第六位李白大招伤害后期轻微降低 这个微调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基本感觉不到 不过连续的削弱 李白除了大招频率快点 伤害确实低了不少 第七位名是隐移技能触碰敌人的伤害大幅度提高 连接队友给队友提供的攻速削弱 给队友提供的物理和法触加成降低了很多 快一半了 在前期给队友的加持降低成这样 其实吧还是能玩的 就是前期的压制没以前那么足了 没必要把把劲小明了 以后他的威慑力并没有那么强了 好了那么今天的正式服更新就说到这里 天冷了大家记得多穿衣服 注意保暖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